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996年参加北京音乐厅画廊油画三人展 在1999年跟2003年都在北京参加了一个中国油画展 2005年进修于徐贝宏油画工作室 并且2008年进修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 在2008年跟2009年都分别在北京参加油画展览 2001年曾经参加北京秀驻荣文的义脉展 2011年到2012年曾经参加台南艺术博览会 高雄艺术博览会台中艺术博览会 跟四行一艺术空间的两展 在2013年到2017年也参加了台湾各地的艺术博览会 跟四行一艺术空间的展出 他的作品被中国、美国、法国、新加坡、香港、日本等的收藏家收藏 王凤伟本身他自己说 一笔浓淡一进碧线 是中国水墨跟西方油彩艺术结合的神韵所在 其妙在直说心意、心境统一 创作如果能够入此意境 定能深入随心所欲的画境中 达到经纬的豪迈 是广大的细腻 也就是画笔跟心境合而为一 取决中西合璧的妙处 自然持守艺术之道 追求心悦意境 就是王凤伟用东方的水墨艺术和西方的油彩 来传达的现代艺术 在王凤伟的抽象创作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是结合中国水墨的表征方式 用线条结合了意境的美 跟西方传统油画的美材 所呈现出来具备中西合璧的美感的当代艺术作品 在他的华卉抽象创作中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水墨的线条轨迹 你可以看到他用油彩呈现出来的深浅墨色 传统中国水墨画中追求诗意的表现 和结构的深远 他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情感层面 所表达的事物不再是局限于事物的具体形象 而是线条与色块的形式之美 去向的事物转成平面式的表现 就是现代立体主义跟后印象派 宣建出来的艺术形式 几何式的呈现也可以追求 自抽象绘画大师蒙德里安的几何形式 冲撞出来的美学形式 观者从王凤伟的花卉抽象创作中 诗可以看到观察到一大片绿色草原式的绿因区域 有时蓝天横更在上方 有时通常都是角落式视觉焦点的所在 用比较缤纷的色彩像暗紫色、正红色、粉红色 白色或深绿色的围绕 有了一座具备神秘色彩的花园 等待观察走进欣赏和寻访这一片 幽密又神秘的境地 密度、色彩、液晶、线条和色块 构成了王凤伟抽象作品中的诗意跟音乐性 十二如《蒙德里安》或《康丁斯基》的作品 整体风格却呈现王凤伟神文艺术家 个人的显著特色 现在我们来欣赏他的作品 在王凤伟本身的作品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用水墨的线条 结合立体主义歌风格派 新造型主义的色块分割 在画布上营造出他所观察的风景主题 在这张近北的系列 他的画作在具象跟抽象之间有以 用极简的形式、精简的线条 呈现出坚实又稳定的一个外在世界 这张作品的画面的中央 是许多的色块 我们可以看到有黑色的部分 在左边的部分有一个红色的色块 小色块 似乎是在一个中心的氛围底下 一个非常热情的 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颜色 上下是灰色的系列 灰色的系列中间包覆着黑色、白色 另一块小红色 这样的色块分割 正是立体主义的一个中心主义 我们在这样子一个画面里面 所看到的是 王凤伟本身 对于他所看到的外在世界 所呈现出来的解读 这张作品是王凤伟的画会抽象作品 我们看到的这张作品里面 所呈现出来的画会 似乎是在画面的正中间 有着些微的一点点的粉红色 橘色跟红色 而这些小小的一些小色块 构成的形式 被包覆在周围 一个围绕着一个 草绿色的空间 上面 所呈现出来的整体的形式 具有一种动感 而黑色的线条 表正的是中国水墨的 一个表达方式 大面积的草绿色 围绕在画作的周围 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样的一个留白方式 也呈现在画作之中 简约的颜色 一面式的色彩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仿佛在这片的一个世界里面 画家 告诉我们的一片 是非常神秘的一个 是静地 就像一个 无法探测的一个 幻想的原地 这张作品 这张作品是一个 呈现一个非常鲜艳的 一个红色的区域 大块面积的红色 包覆的中央 一个小小的一个 一个从右边 往上 右下方 往左边 左上方延伸的一个 像是一个 一块的一个色块 而在这个大色块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仿佛有一辆火车 在这一个 画面的一个 左边 在这个色块的一个 前三分之一的地方 红色的火车 的左上方 似乎有一大片的树林 它呈现出来是白色的部分 而底色的黑色 也略略一略呈现 好像 这个辆火车 在一颗有雪景的山林里面 正在行进着 往蜂围表达出来的 一个近北的景象 呈现出来的既神秘 又艳丽 大红的色彩 就是中国人最爱的颜色 红与黑的搭配 这样的对比 似乎呈现王蜂围心中 对色彩的敏锐度 与他对画咒本身 所愿意 所想要 带来给观众 一种宇宙不同的 视觉印象 在这张近北的风景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画面中央 一样是呈现出来的 一个颜色的色块 画家将他所看到的 一个具体具象的世界 用一块一块的色块来表达 有黑色跟白色 更大一点的深红色 跟天蓝色的线条 在这样的一个画面中 用中性的一个灰色 代表它的天空 灰色上面 又有一个白色的部分 白色格住了一个 非常鲜艳的红色 上下的红色 与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个色块 呈现在这个画咒当中 简约的线条 跟立体的色块 呈现出来的正是现代 一个抽象主义的一个模式 在王凤伟的画作里面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当代艺术的表现 也看到了王凤伟本身的艺术高度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 这一些王凤伟本身的一个抽象的画作 近北的系列 风景系列 烟雨朦胧的近北 所呈现出来的海洋 有如这张画作里面 所呈现出来 在一个画作中 带了三分之二 右上方 一片朦胧的海 右上是一片朦胧的湖面 船呢 船只呢 在左小角的部分 有黑色跟白色跟红色 似乎这几个颜色 正是王凤伟最喜欢用在画面上 所表现出来的一个色彩 在力度上 非常的强悍 非常的震撼 非常的纯色 而 左下方 所呈现出来的均绿色 正中和了红色的鲜艳 在这张近北风景里面 画作的切割的一半 下半部是以白色为底 而上半部是不是非常 蓝的一个天空 蓝色代表希望 而白色代表纯洁 似乎白色的部分 是代表大地的雪景 而在右上 右上 右边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有黑色 红色跟蓝色 构筑的一个 他所看到的一个 具体的一个世界 而这一片所呈现出来的 一个立体的风景 是我们昏违本身要告诉大家的 在他的内心的世界里面 这些抽象式的风景 呈现出来给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非常独特的世界 左边隐隐约约 我们可以看到 似乎有一艘船 在这个海面上 也就是说 这个一大片的沙滩 一大片的蓝天 在这样子一个作品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他所呈现出来的 这是当代艺术的氛围 这张花卉的创作 也是非常独特的 正如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在他的花卉抽象的创作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水墨的线条轨迹 也可以看到 他用油彩 呈现出来的深浅墨色 在他这张花卉的作品里面 有传统中国水墨中 追求诗意的表现 和结构的深远 他所表达的 不只是情感的层面 所表达的事物 也不是局限于 他的具体形象 几何式的呈现 和色块的形式之美 具象的事物 转成平面式的表现 就是现代立体主义 跟后印象派所存现出来的艺术形式 观察王凤伟的画作 我们可以发觉 力度、色彩、衣镜跟线条 呈现出来了 王凤伟搓上画作中的 诗意跟音乐性 有时像蒙德里安 有时又像康宁斯基 今天王凤伟的画作 介绍到这边 谢谢您 欢迎大家来四行一 艺术空间 参观王凤伟的当代艺术作品 感谢您